自踏入云梦地界没多久 魏无羡就皱着眉头 他想打听一下自己父母的事 结果听到的都是些什么藏色散人和江峰免有私情 江家几日一大吵都是因为藏色散人 一路打听下来 魏无羡的心越来越冷 从书中他大概知道点有这些流言 但没想到传得这般不堪 难以入耳 他本遇前世的事 前世就结束了 没想到今生看起来也没那么容易结束 如他父母的流言在云梦肆无忌惮地流传着 江家当真半点不知梦 魏英会好的 狼妄姬握紧了魏无羡的手 有些心疼 幸好这一世魏英不在这长大 也心疼上一世的魏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 很快两人就到莲花屋 魏无羡远远就听到了争吵声 江丰眠 为了个家仆之子 还得我们亲自来接 真是好得很哪 三娘 阿县是长泽和藏色的遗孤 哼 我看是你私生子吧 你不看看外面怎么传的 这是云梦地界 作为这边最大的家族 江家就不能澄清以下这些流言吗 魏无羡刚到就听到余紫渊这话 不由地怒了 作为一个世家当家主母 就是这副模样 不羁口德 前世的他怎么忍下来的 在这种家庭长大 没长歪 都不知道前世的自己到底心多大 阿县 你 江丰眠四要解释些什么 却被身边的人打断了 你就是魏无羡 于紫渊 瞇了瞇眼看着魏无羡 手开始不断抹扎着手指上的紫电 他看不透他的修为 要么没修为 要么修为高于他 要么了隐藏了 他断不能接受第二种可能性 一个上步的台面的家仆之子 怎么可能比他的孩子更有天赋 是我 这就云梦江式的代客之道 魏无羡似笑非笑地 看着于紫渊手中的紫电 而兰望鸡默默挡在了魏无羡前面 阿县 是将叔叔招待不周 不若先进去做作 江丰眠看着愈发紧张的场面 只好出来缓和 不必了 只怕于梦江式 我高攀不起 魏无羡也不再隐藏自己的气势 他在修真界 可是第一门派的二公子 何曾真正受过委屈 比气势 他还真没输过 好一个家仆之子 今天我就教教 什么叫尊卑 什么叫尊敬长辈 说着 于紫渊的紫电就甩了过来 三娘 呵 不自量力 魏无羡刚要动手 却见兰望鸡动手挡了 兰家小子 让开 不然我就一起动手了 于紫渊怒视着 抓住了紫电的兰望鸡 兰望鸡不语 只是紧握住不放 放手 让他再对魏英动手吗 三娘 住手 江峰眠急忙上前阻止 却被于紫渊一把推开了 兰战 放手吧 不然你的手受伤了 我可是会难受的 魏无羡看着兰望鸡 越抓越紧的手 不禁担忧起来 兰望鸡偏过头 看了看魏无羡 摇了摇头 放心 他伤不了我 魏无羡看懂了兰望鸡的意思 心里甜滋滋的 蓝战这人啊 魏无羡上前一步 元英七的威压 一下子压到对面两人身上去 于夫人 论尊卑 你的身份如何比得上我娘 她可是抱山散人的徒弟 到底谁尊谁辈 论辈分 抱山散人 可是五大家族先祖那辈的 那这辈分上 怕是我为长辈吧 魏无羡心知 这于子渊 怕是在嫉妒她娘亲 戳心窝的事 她虽没做过 也不会 可她哥哥在得知 她会回到这边世界时 就教了她该怎么对付于子渊 她当时还觉得 没有交集 就不会用上了 果然 人算不如天算 幸好还记得哥哥说了什么 你 于子渊正要骂出来 却骤然开不了口了 只能死死地瞪着魏无羡 魏无羡向蓝忘机挑了挑眉 禁言树厉害了 蓝忘机不语 只是耳根悄然红了 看得魏无羡心痒痒的 想斗 先办完正事先 再者 江宗主 我爹可是你云梦江氏的家仆 常泽是我最好的兄弟 江丰眠僵硬地说了这么一个 模棱两可的答案 而魏无羡却不管了 那意思就是说 不是什么家谱吧 是 感受到自己身上的压力愈发大了 江丰眠有些哑然 难道这孩子已经是原因了 可是怎么可能 已经几百年不曾有了 那我再问你 我父母这些年满天飞的流言 你们可知 知 那我娘亲 可曾与你有过半分私情 没 这一次江丰眠答得飞快 那为何不阻止这些流言 魏无羡已经在尽力压抑住自己的愤怒了 我们管不了别人的口 半想 江丰眠给出了这么个荒唐的解释 呵 最终魏无羡也没继续问下去了 他算是什么都明白了 哪里是管不了 分明就是放任罢了 于子渊 你刚刚不是想对我动手吗 我给个机会你 笔试如何 魏无羡冷眼看着于子渊 他把刚刚那些对话都用流影石记录下来了 这些才能帮他澄清他父母的流言蜚语 也幸好当初哥哥告诉他留一手 给了不少流影石 好 于子渊一被解除禁言 就立刻答应了笔试 在他心里 一个家仆之子怎么可能实力超过他 至于刚刚被压制的是 他全当魏无羡身上有什么法宝了 笔试台上 魏无羡已然夺过了于子渊的子殿 呵 到此为止了 接下来 就是我的场了 这一边 是你因嫉妒我娘 毁他名声 这一边 是因你不分清红皂白 辱骂我爹是家仆 这一边 是因你不积口德 这一边 是因你随意伤人 这一边 是因你不修善性 把灭族根源 推到一个孩子身上 几边下去 于子渊只能躺在地上 恨恨地看着魏无羡和蓝忘姬远去 自此 他们在无瓜葛 云深不知处 蓝湛 现在你也是一名猿鹰修士了 魏无羡看着蓝忘姬出关了 心底高兴不已 魏英 蓝忘姬抱紧了魏无羡 他全都想起来了 钱是所有 随后两人向蓝家长辈辞行 去了趟乱藏岗 魏无羡把天道与他说的话 同蓝家长辈说了 乱藏岗最后会怨气爆发 而天道则需要天命之子 去维持这份平衡 所以 魏无羡得去乱藏岗修习轨道 而天道已给了功法 不必担忧会走火入魔 最终长辈们也就只好同意 两人去那危险重重之地了 乱藏岗的两人 过得并不难 甚至过得密里调油的 魏无羡对鬼道有着灵魂上的熟悉 很快就都掌握好了 两人没多久就下了乱藏岗 后来 魏无羡和蓝忘姬又去了趟聂家 应灭怀桑所邀 解决了他们家刀灵作祟一事 蓝湛 蓝湛 要不我们现在去齐山温家那里一趟吧 回顾苏蓝氏的路上 魏无羡突然想起些什么 不由地向蓝忘姬提议 嗯 蓝忘姬知道魏无羡的意思 若是此生还有摄日之争 死的人所形成的怨气 只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最好的方法就是没有摄日之争 各大家族一同镇压化解乱葬岗的怨气 不夜天内 你们是何人 温若寒倒是挺惊讶 有人能毫无声息突破温家重重禁止来到他面前的 温宗主 我们来谈谈可好 魏无羡颇有些吊锒的模样 哼 怎么蓝家也想和我谈些什么 温若寒没回魏无羡的话 直接把矛头指向一旁的蓝忘姬 自然 蓝忘姬的立场自然和魏无羡是一样的 温宗主 你不妨听一听我们想说什么 魏无羡突然收起了不正经的模样 开始严肃起来了 三人开始长达一夜的谈话 最终温家开始惩治下边依附的小家族 那些小家族仗是七人 被温氏惩治了倒是获得一片较好的声音 而温巢等人则被废去了金蛋 一辈子当个普通人养在温家 可由于过去他们仗是七人 得罪了不少人 这次落井下石的人也不少 温巢等人的日子过得可谓十分精彩 温氏提前举办了清谈会 邀各家家主共商怨气爆发此事 最后魏无羡研究出了一种阵法 可困在乱葬岗上的怨气 并慢慢化解这些怨气 但此阵需极大的人力物力 领头的自然是五大家族 不过现在说是五大家族 不如说是四大家族 自从魏无羡莲花物之行揭穿了太多流言后 将家声望大不如前 前来投靠修行的人也越来越少 甚至有不少雌刑的 导致一个大家族 几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衰败下来 现在几乎名存实亡 很快 一个环绕乱葬岗的大阵步了下来 很快利用魏无羡的轨道 乱葬岗的怨气只剩很少 而魏无羡留下了这部分 天地本该阴阳协调 若世间的怨气都没了 最后怕是灵力也要消亡殆尽了 乱葬岗怨气一事解决 而魏无羡和蓝望机又双双突破 这方世界终于升级了 也就是有了寻仙问道的可能 不再置顾于小小的金丹期 可与此同时 突破原因需要立天节 多的是人由于修道不修心 这些年沉溺于玩弄人心 阴谋诡计上 都在天节下灰飞烟灭 就比如金家金光善宗主 姚家姚宗主 江家于夫人 还有很多人 这些都死于天节下 不过之后的魔道世界 倒是开始修心了 一改先前风气 如此才有修真的氛围 没多久 蓝望机和魏无羡大婚了 那天有两位让魏无羡很是惊喜的人来了 就是魏无羡在修真界的父亲和哥哥 他们是被天道送过来的 美名其约 替他多喝几杯 实际上暗戳戳怂恿他们拐走魏无羡 搞搞破坏 当然他们没答应就是了 既然是自家孩子喜欢 抢也要抢回来 艾英 没想到 最后你还是和那个蓝望机跑了 程玉清有种自家孩子不听话 叫他不要做 他非得做得痛苦 他在艾英回来这世界前 千叮咛万嘱咐 离对他不怀好意的人远些 怎么还是在一起了 哥 蓝战他很好 魏无羡距离力争 向自家哥哥 努力诉说自家道理的好 这是半点也说不得了 无论如何 程家父子还是欢欢喜喜地 看着蓝望机和魏无羡结为道理 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弟弟 最终还是有人陪着的 他开心幸福 做长辈的就安心了 等第二日 魏无羡腰酸被痛地 找哥哥试图续旧的时候 他们已然离开了 只留了句飞声后 先借鉴 后来 听闻蓝家这两位 举世无双的道理 一同飞升了 大家看着我 0 3 5 4 6 5